月经不规律 怎么计算排卵期 高兼容 维产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月经不规律的情况下呢 它常常排卵可能是比较难计算的 难测算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般解译的方法呢 就是来测基础体温 什么是基础体温呢 就是我们清早一醒来 然后呢一睁开眼的时候呢 立马测一个体温 用口表或者叶表都可以 放在枕头边 然后把这体温记录下来 多数情况下排卵以后呢 你的体温会比你平时的体温呢 高那么0.3到0.5度 如果你看到体温突然上升了 然后把它划成一个曲线 以前的体线呢 是比较平稳的低的 突然上升那么两三度 然后三到五度 然后一直持续好多天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可能上升这时候就是一个排卵了 还有一种比较简易的方法 就是排卵试制 但是这些测排卵呢 都不是很精准的 比较精准的方法呢 应该去在B超下检测 再一个如果月经不规律 一定去医院看医生 然后呢把你的月经周期呢 先调规律 因为有时候不规律的话 它可能会持久的不排卵 所以这排卵有时候就很难监测到了 专家提示 一 月经不规律排卵比较难测算 简易方法是测基础体温 二 基础体温是清早醒来立刻测体温 多数情况排卵后 体温比平时高0 3至0 5度 三 简易的方法是排卵试制 但都不是很精准 比较精准的方法 是在B超下检测 四 如果月经不规律 去医院看医生 把月经周期先调规律 因为不规律可能持久不排卵